多謝和文議員 在這份給大家的新聞稿裡面 因為我過去幾天都收到很多記者的朋友 問我們其實人民力量的參選整個人數 和詳細的名單 所以今次這個記者會都順便 將我們這份詳細的名單都發給大家 大家以後可以跟進 用這份名單去做你們自己的分析好 做新聞都可以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剛才毓文都講過 我們會有一個關於自動當選的分析 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今次有歷史性最多人自動當選的原因 責任完全不在人民力量身上 反而其實仍然是在於一些民主黨派 他們撤離很多和建制派對立的選區 所以令到這麼多人自動當選 那接著我們有一個簡單的分析 我會交給我們的側位林宇洋去和大家分享